1月28號 美國司法部以23項罪名 對中國電信集團華為及兩家子公司 還有華為的首席財務官孟晚舟提起刑事訴訟 其中10項罪名圍繞華為涉嫌竊取 美國電訊商T-Mobile的機器人技術 根據美方的起訴書 華為設置了鼓勵員工偷竊技術的獎勵政策 西雅圖陪審團對華為涉嫌竊取美國電訊商 T-Mobile技術的案件提起10項控罪 2001年進入美國市場的華為 2010年成為T-Mobile的手機供應商 美國指控華為以多種方法 從T-Mobile在華盛頓州的實驗室 竊取一台名叫Type的手機測試機器人的相關技術 除了拍下Type的照片 還對它的零件進行測量 甚至偷走它的一隻手臂 2014年 T-Mobile對華為提起民事訴訟 2017年陪審團裁定 華為違反保密合同 需支付T-Mobile公司480萬美元 華為不承認案件跟商業竊密有關 聲稱兩名僱員竊取T-Mobile的技術行為 是孤立事件 屬於個人行為 不是公司政策 網上也有部分聲音支持華為的這一論調 那麼他肯定對所有的這一些證據呢 他都會做過了仔細的研究的 至於說那些人說的啊 這種是不是個人行為 我想將來在這個法院的司法程序中 都可以體現出來 川普政府今年對這一案件 再次提起刑事訴訟 讓外界感到意外 根據起訴書 華為美國子公司 2013年7月在內部發送了一封電子郵件 介紹華為中國母公司的一項正式獎勵政策 鼓勵華為員工從全球其他公司竊取信息 再通過加密電子郵件提供給華為 華為會根據信息價值來發放獎金 圍繞這些竊密員工 華為還設置了競爭管理小組 以及兩年一度的大獎來進行管理和獎勵 華為的政策強調 任何員工都不會因為按照政策採取行動而受到懲罰 旅美時事評論員唐靖 靖遠強調 美方起訴書用詳實證據 證明華為所謂的快速崛起 靠的就是技術盜竊 旅美時事評論員藍述認為 華為的發展模式體現出中共的經濟發展模式 中共它的這個GDP的增長啊 各種各樣的國民經濟的發展模式 它都是這種掠奪性的不計後果的 沒有道德可言的這種經濟發展模式 唐靖遠還說 華為通過盜竊技術等來獲得快速發展 直到擴張到全世界 野心暴露 再到被國際社會撕開偽裝 受到封殺和圍堵 其實它就是中共所謂的大國崛起 到中國夢破滅的一個縮影 華為它事實上已經和中共這個體制 是深度捆綁在一起的 易容俱容 易損俱損 所以華為的今天 它其實就是中共的明天 華為即將面臨這種慘淡的結局 也就是中共無法擺脫的宿命 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中國問題專家斯科特發推文說 華為鼓勵員工竊取競爭對手的商業機密 是起訴書中最讓人吃驚的地方 但他認為 還有一些問題沒有被回答 那就是 華為還竊取了哪些其他技術 中共是否知情 華為是否終結了這一計劃